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帮好菌养很多 本人都把款都吃了 让他喜欢吃什么 好菌的食物就是一生姿 我觉得尝到不健康这样的清醒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从一个饮食不当 那饮食不大 不是吃的不够 有可能吃的太多 两个都是不大 那什么会吃的不够呢 不够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纤维脂 富含纤维脂的食物 水菜水果都有啦 那什么可能吃的太多太多 比较油腻的食物了 或者是说各种的添加物 再来我们现代人 很多胃肠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是现代人很辛苦 所以如果压力很大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情绪就会牵动到 我们内心的荷尔门 不平衡 各种的状态 那甚至有时候 因为情绪啦压力啦 以至于你其实已经很饿了 很累了 血糖很低了 可是你没有感觉饿 这就是对身体一个受伤 我觉得三个 第一个食物本身 食物本身的话 就是高纤维的食物 蔬菜啦水果啦 这些很重要 然后再来 食物的部分呢 不是只有高纤维的食物 还有什么 优良的营养菌可能素 也是相当的重要 例如我们曾经在演讲中提到 肠胃道它这么超老 它两三天就更新全部的细胞 所以我们要吃到优质的蛋白质 肠道才能自己更新自己 保持很好很好的一个消化的功能 第二个重要 益生菌 可以补充各种的益生菌 或者是吃含菌的食物 比如说乳酸菌啦 或者是优格啊 泡菜啦 各种的食物也其实都有 那这些都是可以选项 那再来第三部分就是益菌生 也就是好细菌的便当 那好细菌的便当 简单来讲 比如说我们说果果糖啦 纤维脂啦 果果果糖啦 那还有一个现在研究发现很重要 叫做益生菌 它本身的二次代谢物 那这个二次代谢物呢 如果存在的话 那可以让我们肠胃道里面 原本就驻守在我们肠胃道当中的益生菌呢 就是倍速的成长 那我们知道好的菌养活的话 自然而然我们的肠道呢 就保持在一个菌相比喻的状态 那这样对我们的健康 会有很好的加分效果